各位好 我是負責開發工具的Frame Mark 我們今天為各位介紹有關於Release Manager的部分 幫助我們企業團隊進行自動化的部署過版 而且呢幫助我們的團隊可以從你的Prodation上面的版本 你可以去做到Transibility 讓你追溯到這個是由哪一個版本去做建置的 由哪一個版本去做遷入遷出 並且呢可以對應到我們的工作單管理的內容 而且呢對於我們企業團隊來講 如果您的團隊想要到ISO認證 或者是說你想要去做到內機的這個機制的話 我們都可以藉由Release Manager自動化的Process 來幫助我們團隊去做管理 並且呢可以達到讓我們團隊的同仁 這個建立標準的SOP 並且會可以有我們這個很有效的這個團隊的管理的內容 而且呢讓我們團隊的人員的Performance 可以很有效的被利用到 大部分的團隊在去做自動化部署的時候的話呢 其實我們都會避免到我們團隊同仁 校長監装中的情況 我們可能都會這個由開發團隊 他們把這個編譯號的版本交付給我們過版人員 過版人員呢在藉由這個部分自己去做人工檢檔的動作 人工用RDP的方式到遠端的SERVER上一台一台的機器去做部署跟管理 其實呢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講的話呢 非常的耗時費力 而且呢很容易出錯 也因為這樣子所以團隊呢常常會 額外的去寫Release Note 藉由Release Note的部分呢去做這個部署的動作 但是這個Release Note也是用人工的方式來去做這個編譯的處理 而跟包含到部署的動作 所以呢其實即使有了Release Note也會 很有可能會造成我們團隊在去部署的這個過程裡面 會有舒適的情況 可能會有吊膽或者是你沒有辦法提出有效的證明 你這個中間的過程沒有人為的介入去做版本的變更 所以呢我們會希望說呢 現在藉由這樣的方式裡面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呢微軟的這個Fonture Server裡面 你如何可以做到自動化的部署管理 並且呢又可以符合到集合的這個項目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這個團隊開發裡面上的時候的話 我們第一個關卡就是說 先讓我們團隊的同仁的版本 你都統一的去做管理 並且呢去做大陸到版本管控 確保我們的東西的來源是由版本管控的項目裡面來的 所以呢我們現在團隊已經把這個所有的版本裡面 全部都做好版本管控了 並且呢我也針對於版本管控的項目裡面 做好各種不同的參數的設定 以後呢可以方便我去做變更的動作 現在的話呢我們只要去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呢我只要針對我的專案的項目裡面 去做發行建制的腳本 這個在檔內裡面的話呢 其實都有現成的script可以用 我們可以針對我們連線的項目裡面 我們去做到web deploy的封裝 根據封裝的內容裡面的話呢 我可以決定說我要變更的站台的名稱 我可以把它參數化 我們會根據專案的部分呢進行參數化的動作 然後您可以在團隊的deploy的過程裡面說 自行去決定更換的內容 除了網站的設定以外 您也可以去設定我們的連線字串 我們在連線字串的這個部分裡面上 您就可以很方便的可以針對於 您的專案的deploy的過程 給予去做參數化 那除了檔內以外 您這個系統的部分 你並不是只有說最新的vs2013的專案 才可以這麼做 如果您的專案是1.1以前的專案 或者是說您是Java的專案 您都可以透過enter的部分 來幫你把這個部分去做參數的腳本化 好 那我們現在demo的這個內容的話呢 是以檔內的這個專案的部分為主 我們透過web deploy tool 把這個參數化建置完成了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工作的內容 全部部署到我們 全部在我們的這個自動化建置的這個項目裡面 去做設定 我們設定的內容其實很單純的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 我們看一下這個結果 我們直接把這個建置的部分裡面去做對應 然後呢現在的話 就跟我們平常的動作一樣 如果是按照標準的程序的話 我們會透過branch的方式 你確定要把這個版本裡面更新完了 然後你要把它deploy到我們正式環境的話呢 我們會把它 我們會透過branch的方式去做自動化的觸發 所以呢自動化觸發裡面 它就會自動的去觸發我們自動化建置的腳本的內容 根據這個腳本的動作 幫你把 它就會藉由一個完整一個新的環境 建置的環境 幫你把你的這個source code 從foundation server裡面把它取出來 並且呢在一個新的環境裡面 幫你去做監製的動作 這個動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確保的就是您的source裡面 是不是都有進版本管控 而且呢它會包含這版本管控的部分裡面 除了source code以外 config 你的serparty的原件 你引用到的reference的del的原件 它都會幫你去做對應的關聯 確保您的環境 是可以完整的被編譯過 而且呢你不會漏掉 好這是第一個關卡 如果您編譯的環境是失敗的 當然你沒有辦法去往下一個步驟 送到uot環境 stage環境跟potation環境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在這個項目裡面 做的時候的話呢 frontation server裡面的自動化建置 每一天都會有完整的記錄 它會有記錄跟您提到就是說 您現在是編譯的內容有哪一些的檔案 然後呢花了多少的時間 放哪一個位置 然後呢編譯的過程裡面 它做了哪一些的這個封中的參數 這裡面都會有完整的做RAC 而且呢在報表的時候的話 您可以看到 在報表的內容裡面 您可以知道這個是由 哪一個專案裡面的項目裡面 去做觸發的 根據觸發的過程裡面來去 以後如果我們去做到xdability的話 您就可以知道 現在這一個建置裡面 由哪一些的Member去做check-in 哪一些的Member呢 它對應的是哪一些的工作單 bug單 您都可以藉由這個buildxdability的部分 幫你把它對應起來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 我們就會有剛看到建置的紀錄 然後呢我們可以看到compiler的內容 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在建置的過程裡面 我本身裡面有沒有經歷過哪一些的 這個自動化測試的項目 這三個裡面我們都認證過了 我們才允許這次的建置是完整的 然後呢我們會丟到release manager裡面 去決定幫你把這個版本 deploy到我們的UAT環境 然後去做建置的動作 好所以呢以後我們的團隊的Member 各位可以看到一下 現在呢就不需要花額外的時間 去管我這個程式碼 要有人去負責去做編譯 要有人這個去修改我們的config內容 也不需要再去做deploy的動作了 我們只要在前面裡面做好設定 以後呢系統就會自動的去做部署 方便讓我們的Member 可以focus在您手上開發的工作上 而不是在這種瑣碎的事情裡面 好那當我們這個項目裡面完成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我們就要到我們的server上面 去做驗證的動作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的專案的內容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到我們這個server裡面 我們這裡面的話呢 自動化部署裡面都會有專屬的網站 這個網站裡面的話各位看到 這是我剛剛新建立的一個 Build的一個Tender Beauty的一個項目 那這個Build裡面的話呢 您就會看到它現在的Status的階段 部署已經完成了 然後呢我們現在的話呢 我們一樣的 我們在所有的部署的過程裡面 無論您是用自動的 或者是您是用手動的方式 您都得必須要做三個確認 一部署前你要不要確定 要不要收這個版本 部署後您的這個功能裡面 是不是如我們預期的部分去做那個確認 驗證完了之後 我們是不是要往下一個階段裡面來送 所以呢這每一個階段 我們都可以設定人員的簽合的process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部署已經是完成的 那我現在回到Server上 我去做確認 好 DEV的版本 好 我們可以看到一下它現在呢 應該是已經正在臉了 OK 東西已經出來了 所以呢我們在這個專案裡面上的時候的話 我的網站呢可以正常的運作 並且呢可以看到既有的內容 而且這個內容的部分的話呢 可以看到我們這裡面的項目 這個config的設定 連線的設定 SQL Server Connection的自傳設定 這個都是符合標準的 而且呢我們在上面 網站的這個開頭上面 可以很明確的標示到 這個是屬於DEV的版本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們這個版本沒有問題 那我們當然回到這個 發行的版本裡面上的時候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我們就按確定 好 DEV 功能 驗證正常 運作 確定 那我們就會呢 根據這個項目裡面上的時候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process 裡面已經有核准過了 好 這時候的話呢 我們可能部門的leader 就會進來 幫我們去做 double confirm 確定說 我們這個版本 是不是要往UAT的環境送 或者是往Staging的環境送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我們是 往UAT的環境裡面去做 這個派送的動作 好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的再往下 好 DEV 環境測試通過 好 那我們可能就會有簡單的一些comment 然後呢 我們就會知道說到底是誰來去做核准的內容 根據核准的內容裡面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現在裡面可以符合公司團隊的policy 您可以看到這個我們團隊裡面 可以定義你相關的scateholder的人 你可以去做驗收的動作 如果是開發環境的話 那就會是用開發環境的member來去做對應 好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這個版本裡面的話呢 他已經幫我們把這個Staging的環境裡面呢 放到UAT的環境了 並且呢 由我們QA Team的member去做review跟確認 那我們在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如果回到這個RS上面裡面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 在Server的版本裡面 並不會有這個RS的內容 好 那我們現在 並不會有UAT的內容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UAT的這個部分裡面 QA的人他就會決定說 我要不要接受這個部署的版本 好 那我 因為可能我們QA Team 他可能現在正在做一些新的這個項目 然後呢 我們就在這裡面去做核准的動作 好 我們可能會希望說 因為早上我們還在去做上一個版本的測試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我們要進行下一個版本測試 可能預計是下午3點 好 可以開始 測試新版本 好 我們可能會排一個工作的job 好 或者是說 以後我們如果在production裡面要去做 對應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根據這個內容裡面來去做關聯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在這裡面去做核准的動作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版本去做接收 那現在的話呢 系統他就會自動幫我把這個版本的內容 用同一份的編譯好的項目 他不需要重新編譯 他只要幫你把你UAT的環境要連到的資料庫 要做的config的設定 重新指派 並且呢幫你把它放到UAT的環境 好 所以我們在UAT的環境裡面上的時候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連到的config的設定 跟我們連線資料庫 這邊都是DEV的字樣 現在我們把這個連線資料庫 我們把這個server的部分 改成UAT的項目 接下來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的UAT的server 已經完成了 並且呢這裡面的內容 你就可以對應到 我的連線資料庫 跟我的config的設定 全部都變成是UAT的 那如果我回到server上的話呢 server上的這邊版本 原本只有一個的DEV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是多一個UAT的設定 這就代表說以後我們的團隊 再去做專案開發跟管理上的時候的話呢 我們的人員 過版的人員 我不需要再一個一個去看 我們這工作上面的內容 而且呢我不需要再花很多的力氣 去寫我們的release node 然後呢讓我們的人工的方式去做部署 而且呢也不會有所謂的前河的 這個追蹤的問題 現在的話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透過這個release manager的部分 可以很輕鬆的讓你知道說 我們現在專案管理上面 我們去做部署上的時候的話 你可以省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以前您的系統 如果你要從你的DEV的環境 部署到UAT環境 Stadium環境跟production環境 你可能得需要花半個小時的時間 除了去做部署以外 你可能還需要去做一些驗證 現在的話呢你可能全程只要按三個鈕 做三個簽合的這個process 您就可以看到您現在的這個部署管理的這個項目裡面 的時間節省的是非常非常短的 而且呢可以大幅有效避免人為的疏失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我們管理的內容裡面上的時候 他到底是怎麼樣子做到這樣子 這個release manager這個管理的動作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管理的方案的項目 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前端的開發團隊其實 並不需要改變任何的習慣 按照我們現在原本的這個檔案的版本管控 簽出簽入這樣就可以了 並且呢根據簽出簽入的部分裡面 搭配我們的branch 讓你去做到自動化的建置 藉由這個建置的這個server裡面的話呢 建置如果全部都成功了 這個建置的server就會主動去通知我們的release manager的owner 讓你去通知說我們現在有新的版本 已經編譯完成了 然後呢他會幫你把它部署到您的eoat的環境 藉由這個eoat的環境裡面 我們來去做這個版本功能的確認 這時候的話以前呢 我們可能都是透過我們過版人員 你要透過RTP的方式 連到那台server裡面去做管理 現在完全不需要了 我們就可以透過標準的程序 剛剛看到的 我們會有一個release manager web的畫面 幫你去做到這方面的管理 然後呢您就可以去做到遠端的deploy的套件 然後呢去做安裝跟部署 所以呢以後我們去做部署完 確定完沒有問題了 他就會再把同樣一個版本 同一個編譯好的原件 幫你deploy到你的stage環境 再deploy到你的production環境 藉由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guarantee跟確保我們的系統 production的版本 跟我們在版本管控裡面的版本 是一致的 好這個部分對於我們團隊來講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以後我們如果有要導入ISO 或者是要做集合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裡面 來去解決跟去這個 節省我們這個管理的這個工作跟內容 好那當然我相信有很多的團隊 一定會考量到就是說 我有很多的檔案 這些檔案可能不是我們的config的設定檔 跟我們的這個項目的內容 他如何去做變更的 那如果說我的這個server是有很多台的話 那他要怎麼做 我們在這個項目裡面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好我們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面的話呢 在編譯的過程內容裡面 我們都會幫你把這個build server 我們剛好看到的 他會藉由build server裡面 他會幫你把build的內容統一 放到我們的build folder當中 這個build folder裡面的話呢 這裡面如果我們按照標準的process 這裡面就會有一個專屬的package 裡面會有一個set parameter 根據這個set parameter裡面 他會幫你去對應到 這裡面你要變更的是哪一些檔案的項目 然後變更的是哪一些內容 然後他會藉由這樣參數化的方式 幫你去做變更 好那當然如果說您的參數的檔案 有很多個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說您的這個項目裡面 您的這個設 這個設 參數的內容有很多的 變更的位置 您都可以藉由這個set parameter 幫你去做匯整 匯整的完的內容 我們以後 透過 部署的管理 我們會有一個專屬的release manager 的client 讓你可以去設定我們參數的動作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發行的內容 可以有完整的項目的定義 好那當然有很多的團隊 可能對於這些工具的部分 沒有很了解 那也沒有關係 我們這裡面的話 也都可以請這個 都可以有標準圖形化的界面 讓你去做直接做拖拉的動作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